好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现在学习基督教要义第141课 基督是圣徒祷告永远的忠报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20章17节到20节 我们上一节课我们谈到了15节到16节 说到了上帝也没听不完全之祷告的这样的质疑 加尔文牧师对他做出了回应 这节课就17节到20节就谈到了 基督是圣徒祷告永远的忠报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如此不完全的不堪的祷告如何蒙吹听呢 前面说到上帝吹听我们这样的不堪的祷告 那么进一步说明 虽然上节课我们其实也谈到了 但是这种不堪的祷告最终能够蒙吹听的原因是 这里面要介绍那个祷告的忠报基督 所以在这里面说到但是既然没有人 既然没有人被凭自己的名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天父就为我们一劳永逸的除去了那个使我们必然都消沉的恐惧和羞辱 没有人凭自己的名 为什么呢 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神天父面前的话 只能是恐惧 待会我们后面会介绍恐惧和羞辱 然后上帝为了解决这个我们父为了解决把他的独生子 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就了成为我们的代求者 代言者成为我们的忠报 以至于我们能够这样完全的不配的祷告 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 所以这一讲其实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 基督为我们祷告蒙吹听的忠报 基督呢 主耶稣基督呢他使可谓的宝座变成了恩典的宝座 在希伯来书4章16节 上帝告诉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世恩宝座前 这个前面说到我们既有这样的 也许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4章15节是非常著名的那个经文 这样慈悲中性的大祭司 他体恤我们 所以就当恐惧坦然无惧的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到神的连续恩惠和帮助 但是问题大家要知道 我们曾经 我曾经也跟大家谈到 那个在会幕当中的那个约柜 那个约柜 什么基督伯 这样的 这个被两个基督伯的翅膀遮盖的 这个所谓的盖子 我们叫做施恩座 他在基督为我们做中宝 为我们牺牲之前 他不是施恩的宝座 为什么 这个盖子象征着神的宝座 象征着神的临在 象征着神的宝座 所以我们看到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 由曼子和圣所隔开 圣所隔开 所以大祭司呢 他要经过曼子进入至圣所之前 要什么焚香 当然了 让香充满这个会幕 然后还有进去一定要谈血 谈血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赎罪嘛 先要悔改 所以曼子我们看到西伯来书十章里面就提到了 这个曼子裂开之后 象征着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牺牲 基督啊 基督的这个中宝的代求等等 他裂开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活的路 以至于这个原本是圣洁的神的宝座 罪人来到他面前只有震怒 咒诅审判 而不是恩典的宝座 正因为基督的血 曼子裂开 基督身体裂开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咽气的那一瞬间 会幕的曼子 圣殿里曼子从上到下裂开了吗 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耶稣的血 大祭司谈血在这个曼子上 就象征着基督的代数吗 以至于是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吗 我们的罪得赦免 以至于将愤怒可谓的宝座 审判的宝座变成施恩的宝座 所以我们说 既然有这样的君 体恤我们的尊荣的大祭司 慈悲忠信的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所以来到施恩的宝座 因为有这样的大祭司 这个原本可谓的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朝见神的 必须经过赎罪献祭的这样的 可谓的宝座 变成了施恩的宝座 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实际上这个就是教导了我们 基督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 忠保代求的重要性 那上帝他立下了祷告的法则 应许他将听那些祷告的人 上帝是应许我们 他垂听我们的祷告 立了法则 所以并且赐下应许要听我们的祷告 他吩咐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 同时也应许我们将得到奉他名所求的一切 上帝吩咐我们祷告 注意我们之前讲到祷告的时候 也传到了神不仅吩咐吩咐里面应许 他命令我们祷告 我们应该祷告 而且给我们应许 应许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祷告的时候 他就应答我们 所以他吩咐我们要奉基督的名祷告 并且应许 当我们奉他的名 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所祷告的一切就得到应答 这是神的吩咐 神的命令和应许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祷告的基础 为什么祷告 神吩咐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不仅如此 为什么可以相信祷告得到应答 因为神不仅吩咐我们 而且要应许 所以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要奉基督的名祷告呢 在这里面基督说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子得荣耀 约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下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求必得着 这种必得着 如今你们求求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奉我的名 奉基督的名 求 约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使徒保罗也说到 神的应许 无论多少 在基督里 都是阿门的 是的 所以 借着他 借着基督 都是实在的 上帝的应许很多 无论多少 在基督里 都是阿门的 所以我们要借着基督来 获得应许 得着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上帝把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 应许在基督里 我们要借着基督的中宝 我们才能获得他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放 包括祷告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 当我们必须要仔细考虑时间的因素 因为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在升天以后 要侯靠他的带导 要依靠基督的带导 他说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求 那日就是指他将复活的那个日子 复活之后 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那这里就涉及到了因素的问题 好像基督现在站在这说话 将来有一天他要订十字架 然后他要从坟墓当中复活 那时就是这个时间 特殊的这个时间 复活之后 你们要奉我的名 给我们一种感觉 好像到了这个时候才祷告 才奉他的名祷告一样 那可能就疑问来了 那么圣徒的祷告 要等到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才能蒙吹听吗 言外之意 那旧约怎么办呢 复活之前的那些祷告怎么办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答案是 从起初开始 所有人的祷告 都是唯独因为中饱的缘故 而蒙吹听的 什么意思 从最开始 从古到今 所有人的祷告 单单的因着中饱 都是借着中饱 不只是 耶稣讲话的时候 复活升天之后 我们才靠着基督的名 蒙吹听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所有的人祷告 都是单单借着中饱 没有中饱就不能悦纳 因此 嘉尔文牧师就论证了 说在旧约当中 神在律法当中 有这样的命令 命令我们 要透过祭司的献祭和祷告 我们才能够蒙英语 那我们这样就想到了 在旧约里面 上帝带领他们 以色列百姓出来埃及 在西乃山下待了一年之久 在那里颁布十诫 并且教导他们礼拜的规范 特别是设立了亚伦和他的儿子的后裔 做祭祀 祭祀的制度 祭祀还有献祭的制度 节旗等等 那祭祀的作用就是替百姓献祭 为自己和百姓献祭 并且还要祷告 那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这个会幕 有这个会幕里面 什么制圣所 圣所 然后还有院子 百姓是住在这个会幕周边 当他们觉得有罪的时候 就牵着羊进入到院子 然后祭祀宰之宰杀 把血带到制圣所 为他们献祭赎罪 然后出来就给 在那里也给他们分箱 代表给他们祷告 百姓就站在外面 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制圣所 因此我们看到 上帝在制圣所 我们刚才谈到了 那个约会神的宝座 祭司作为中间人 中宝 要替百姓献上赎罪祭 虽然祭坛在这里 宰杀牲畜 要在这里面 宰杀完了以后 要献在这里 然后他带着血 要进入制圣所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所以百姓在这里 中间一定要透过祭司的献祭和祷告 他们的礼拜 他们的祷告才蒙月 这在旧约里面 已经预示了 已经预表了 已经向我们显示了 显明了 一般百姓 他们的祷告礼拜 都是借着中宝 中间人 来获得应答的 那么 基督为何要指定一个新的时期呢 到那日 你们奉我的名祷告 我就必须听了 叫门徒开始奉他的名祷告 为什么这样说呢 给我们一种错觉 好像到那日之前 好像人都不能靠着他 祷告得到应答死的 那在这里面 加入牧师解释到 因为这恩典 祷告蒙应答 如今更加辉煌的显明 就是借着中宝 得到祷告应答 更加辉煌的显明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学到新旧约之间的关系 新旧约之间的关系 在本质上 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致的 新约好 旧约好 都是靠着恩典 没有人靠律法得救 新约好 旧约好 上帝救人的方法 应许 恩约都是一样的 一致的 所以我们看到 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 旧约是以那种看得见的礼仪 等等 预表象征 新约是实体来了 基督亲自来 基督亲自成就了 那个十字架的祭坛的献祭 等等 旧约是遥望 应许新约是实体成就了 所以它本质是一样的 因此在旧约当中 那个借着亚伦 他的后裔 祭司们所献祭的那个赎罪 那那个恩典在旧约里面已经显明了 我们要靠中宝啊 但是新约里面是更加明显 辉煌的 更加明亮的 之前我们也讲到旧约如果是灯光的话 火光火把或者是烛光的话 新约就是大太阳啊 大太阳 那这个光亮的程度肯定就不一样了 是恩典的程度不一样 启示的亮光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更加辉煌的显明出来 更加清楚的启示出来 这个恩典啊 借着中宝祷告 无应允之恩典 所以不是说旧约不靠着基督祷告 旧约里面透过祭司亚伦 中宝代求 中宝代数 这个已经象征和预表了 最终的那个亚伦的 不是照着亚伦的后裔 而是照着麦基喜德后裔 希伯来书我们已经解释了 那位真正的祭司 远胜于亚伦和他儿子的后裔的这个祭司 就是中宝 基督来为我们献祭 中宝祷告 所以实际上旧约里面 形式上是依靠亚伦和 都是亚伦和他后裔 这样的中宝工作 实际上应该透过这种仪式 想到那个真正的中宝 真正的大祭司 所以新旧约其实一样 只不过是显明的 这个恩典显明的程度不一样 更加辉煌 并且呢 我们应该更加看重 为什么 他这样讲的话 更加让我们看重这个中宝祷告 中宝带求的功能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 没有奉我的名 如今你们求救必得着 所以大家一定要解释圣经的时候也要注意 不要只根据一节经文就随便的断章取义就说 你看耶稣亲自说的 吓死了 基督亲自说的 谁敢反对 但是你从整本圣经来说 来看的话 你就理解基督的意思并不说旧约里面它不存在 他不需要靠他的名 基督不至于教导这样的话 所以你就理解了 这方面解经大家要注意 那并非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宝的职份 就是使徒嘛 所有的犹太人都受过这种基本真理的教导 旧约也好 信约也好 犹太人都教导了 这个要靠大祭司代数 中宝代数 大祭司为他们献祭他们的罪才能受 大祭司要为他们代求 所以这个中宝的这种基本真理 透过他们的仪式和上帝在律法上的吩咐 已经教导了 因此他们知道中宝的这种作用 中宝的职份 所以在他们一直以来就知道这个中宝的作用 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地知道 不很明了地知道 基督升天以后 那个更是教会的代求者 比起以前 以前还有影子亚伦和他的儿子 寄生和牲畜 但是现在更加明了了 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 最终极的大祭司和代求者 更加明了地显明出来 让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 相比就以前的形式的话 现在本体来了 向来你们没有 不是说就与不靠基督 你们可能是这个形式上靠什么亚伦 其实都是靠基督 不但如此 而且还是为了某种不寻常的果效 特别的果效 这样强调是要带出特别的果效 来安慰这些与基督分离的忧伤 这些门徒因着基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 你们再要离开你们了 门徒们就心里面忧愁吗 离开了老师的带领 虽然当时他们可能不太清楚 基督离开是对他们有益处 所以他们说断壶不可 这是不能离开你主啊 不要离开我们等等 这样的软弱嘛 他们不晓得福音的真理嘛 所以他们就忧伤嘛 耶稣也跟他说 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益处 我要不走 保护是圣灵就不来嘛 所以他们听见耶稣要离开 他们就心里忧伤嘛 所以如此强调是特别的要安慰他们 主宣告自己作为代求者的这个职份 并且说他迄今未曾得到 他们迄今未曾得到这个特别的恩惠 将来既要成为拥有这样的特权 借着基督代求的助力的帮助 他们将更大的获得更大的自由 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告神 获得这样的特权和自由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到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个对比旧约的形式和遗文来说 旧约的遗文本身 犹太人遵守遗文本身 字句是死吧 遵守律法表面的吩咐 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本身的 遵守律法条文的吩咐 只能是死的嘛 然后旧的形式 亚伦什么牛羊献祭会墓都是旧的嘛 新的是实体来了嘛 基督来了 所以他是新的 而且是活的 让人真正活的路 借着基督给我们开的哈 所以基督成为他 借着他的血成为我们的中宝 替我们代求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 直接透过曼子进入到支圣所 原来是普通老百姓 子民是不能进去的 一般祭祀也进不去 只有大祭祀才 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去 替自己和百姓赎罪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劝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岂不当用双手去接受 神所命定给我们的这个不可估量的恩典呢 欢然的双手去接受啊 神给我们的不可估量的恩典 靠着中宝基督 可以以这样的特权来到神的面前 自由的求告神啊 所以这是特别的恩惠特权 因此呢 就来带来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教会中一切的代道 都是基于基督的代求啊 既然基督是我们在神面前 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入口 那么那些偏离这条道路 不从这个入口进去的人 就再也没有其他亲近神 接近神的途径了啊 唯有基督嘛 他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入口 离开基督 偏离这条路 那就没有别的路了嘛 对这些离开这条唯一的 亲近神的道路的人而言 神的宝座只能是那个 令人可畏的愤怒审判 恐怖的宝座 简而言之 因为天父已经立基督 做我们的指引者 引我们到神的面前 做我们的元首 那么那些以任何方式 拒绝或者背弃 就为基督 作为我们中宝的人 都是在竭力玷污和 无抹神 所印下的记号 上帝亲自印证了基督 做自己的 做神人之间的中宝 当我们拒绝中宝 做我们唯一的 基督做我们唯一的中宝 实际上我们是在背逆他 背叛他 然后涂抹 玷污上帝所印证的 这个记号 在这里面 其实就言外之意 有一些人 他们偏离这个道路 不单单的靠基督 做我们唯一的中宝 那这里面括号 就是那个罗马天主教的 主教的他们的这个错误的 其他的这个居间中宝 多重中宝论 圣徒圣人 什么玛利亚等等 那基督是唯一的中宝 借着他的代求 天父才对我们慈悲垂爱 神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之间 只有一位中宝 这是神所 就是那个降世为人的 基督耶稣 虽然神仍然允许圣徒 互相代求 上帝允许也吩咐我们 彼此代求 为着彼此的救恩 恳求神 然后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 让我们再次警醒祷告 然后甚至为万人代求 但是这个代求呢 均依赖基督的代求 所以丝毫没有减换基督的代求 因为它是一个身上 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同坐肢体的 彼此献上代求 乃是出于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 因此这些代求要归于唯一的元首 什么意思 上帝吩咐我们代求 但是这种代求也是基于唯一的中宝基督 大家能听到吗 那这种唯一的中宝的代求 所以加尔文牧师在解释 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宝 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蒙吹天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种代求是唯一的中宝 都是奉基督的名代求 若没有基督的代求 没有人能够从任何祷告中 获得任何益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 教会中一切代祷 都是必须基于基督的代求 我们必须特别为此感恩 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不配 不但允许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为自己祷告 奉耶稣的名 而且也允许我们互相彼此代祷 为别人祷告 这是我们的特权 为自己为别人祷告 这也是神的吩咐 那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这些诡辩者 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 他们为自己的一些主张 去狡辩嘛 所以 家伦牧师说他们是鬼骗者 他们的无稽之谈是什么呢 他们说基督是救赎的中宝 我们的最得赦免 得永生 得生命 与生和好 是靠着基督做中宝 但是 代求的中宝 乃是借着信徒 圣徒 他们似乎是在说 基督仅仅是暂时的中宝 这个暂时的中宝 只是限定在救赎的 等他完成救赎了工作之后 那个永存的不朽的 代祷的事 却交给基督的仆人 这是罗马天主教的 他们主张的这个观点 加尔牧师对此 做出了一个评价和分析 这种主张明显是跟圣经的教导 是截然不同的 每一个虔诚的信徒都应该 满足于这些简明的经文 圣经明确的吩咐 和神学家们的主张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当然是选择圣经了 圣经才是我们唯一最高的权威 信仰和生活唯一最高的权威 因为他是出于神的话 人的传统 人的教导 人的解释 人的命令 人的吩咐 越过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义务去遵守它 所以圣经始终是我们 行事为人的判断的标准 就像亚当和夏娃 吃不吃上果树判断的标准 行事的智慧 是由神的话来限定和指明的 不是根据魔鬼 在神话语之外 其他的标准 也不是基于自己的想法 发明和天才性的创新 奇思妙想 任何离开神话语的标准 都将被唾弃 不应该丝毫的理会那些骗子 加尔牧师说的 他们欺骗人 说信徒是代求的忠报 圣经明显说 使徒约翰说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有一位忠报 就是那特定的义者 唯一的义者 基督耶稣 上帝的儿子 上帝所设令的 只有一位神 神人中间只有一位忠报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 使徒保罗也说 使徒保罗也说 现今在死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现在也是持续的在 父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的那位基督 这里面没有提到 另一位其他的 为我们代求的忠报 对不对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忠报 再次强调 那有意思的是 这个二章一解 你要为万人祈求 代祷 之后说什么 为万人祷告代求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就说到 只有一位忠报 在神和人中间 他一方面吩咐 我们要彼此祷告 另一方面要特别的声明 这种祷告不同于 唯一归给神人中间 唯一的那位忠报 基督的那个代祷 代祷的工作 所以唯一的忠报是基督 我们的代祷 不是代替基督的代祷 而是基于基督代祷 借着基督的代祷 没有基督忠报的祷告 任何人祷告 不可能打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即便在圣洁的人 也是不完全的 是悲惨的 是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羞愧的 所以唯一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都是借着基督的血 基督的忠报 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每一次礼拜 每一次祷告 都是奉 耶稣基督的名 靠着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这种天主教主张说 基督只不过是救赎的忠报 而祷告的忠报 是圣徒 无论是死去的圣徒 圣人 还是活着的圣徒 还是玛利亚等等 还是使徒也好 保罗也好 等等 他们有诸多的忠报 加尔文牧师在这里面批判他 前面加尔文牧师引用了圣经论证 圣经 无论是约翰还是使徒 保罗 所讲的 都否定了他们其他忠报的这种说法 然后紧接着加尔文牧师又引用了这个教父的传统 奥古斯定 这里面来论证唯一忠报是基督 基督徒在祷告中彼此代求 但是那唯一真正唯一的忠报 没有别人 只有基督的代求 而他却为所有人代求 所以教会真正的大祭司进入曼子之后 这我刚才讲了 不是预表性的 预表性的进去 也不是什么那个象征性的进入支撑所 而是真的 保罗不将自己为神与 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忠报 他为教会代求的时候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神与人中间的代求 忠报 而是劝基督徒全体肢体 要彼此代求的同时又说到 神人中间只有一位忠报 无论是他吩咐肢体之间彼此代求 还是他为肢体们祷告 都不能代替他所说的唯一的忠报 就是将士为人的基督 所以奥古斯丁他也提到了 保定了这种天主教的这种错法 错误说法 好像其他的圣徒 圣人也好 马利亚也好 圣徒也好 作为忠报来代求 所有的代求唯一的忠报是基督 其他的代求也是在基督里 也是在基督的忠报的基础之上 简洁着他在另一处说到 如果我们寻找一位祭司 那么他是在诸天之上 在那里 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他在地上是已经为我们死了 在地上为我们献了祭 然后进入到天上的侦守所 父的右边为我们一直在代求 只有一位 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 坐在父的右边代求的那位 忠报基督耶稣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所以我想用这句话 作为今天的总结 不要想象 他是伏伏在父的脚前 为我们代求 那种卑微的状态 像我们一样 他乃是以复活的忠报 已经献祭 从死里复活 备生悦纳的备生高举 坐在父的右边 享受特殊权柄的 特权的代求 我们与使徒一样明白 他显在神的面前 他受死的全能 当时他受死而获得这种全能 具有永远为我们代求的果效 因着他的死 为我们所献上的祭 他所流的血 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 他因着死完全的顺从 以至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身为至高 然后他就获得了这种特殊的代求的这种特权 果效 不仅是他死流的血 除去我们的罪 更是借着他完全的顺服 成为我们的这个具有中宝的资格 为我们代求 所以大有果效 大有果效 既已经升上天上进入至圣所 就继续不断的 为我们这些还在地上 在外院里面的子民 祷告代求 将我们的祷告 我们看到 起书里面 有天使把圣徒的祷告带到天上 呈在香炉里面 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 唯有透过基督 将圣徒的祷告 经过基督 才能够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不完全的祷告 也是由基督的血 基督的代求 才能够蒙越纳 所以我们始终是 以唯一的中宝 不只是救赎的中宝 包括代求的中宝 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中宝 所以在我们和神之间 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第二人 玛利亚一边站 使徒保罗 约翰 彼得都一边站 他们虽然很了不起 很伟大 值得尊敬 但是他们永远 无法成为我们中宝 祷告的中宝 因此我们祷告 不要像什么圣保禄 圣彼得 圣玛利亚 去呼求 让他们转达 我们可以直接发信息 而发信息的信号 是借着基督通讯公司 他给我们转达到天父那里 所以今天重点就是讲这个 不只是救赎性的中宝 而且是祷告的中宝 我们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不奉任何人 天主教主张 有其他的中宝 所以这里面我们没有重点的批判天主教 因为我们下节课要批判 所以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只是正面的 从教义 教理 圣经的教导上 来出了其他中宝的可能性 也简单的批判了这些诡辩者 称基督是我们救赎性的中宝 而祷告的中宝 是归给其他的圣徒 批判了他的错误 然后下节课我们将更加详细的 看看加尔文如何批判天主教 其他中宝论的那些错谬的教导 下一节课我们将学习 祷告的第八讲 就是反驳圣徒中宝祷告的谬论 这一节课我们讲到了这种理论性的基础 说到基督是唯一的中宝 圣徒之间彼此代求 也不是代替基督中宝祷告 乃是基于他 依靠他 在他里面祷告 并没有减随 是基督中宝代求的光辉和荣耀 所以天主教认为 圣徒中宝祷告是代替 或者说基督只是做救赎的中宝 然后代求的中宝 交给他的学生门徒来做了 这种谬论 下节课我们将进行板驳 Pixel phone 感谢观看 太锐 感谢观看 黄沙 裡面